即使全紅蟬戴上CAP帽和口罩 仍然被一大群粉絲認出 最後他迫不得已跑入屢次避風頭 沒想到粉絲竟然跟華進去 場面一片混亂 大批粉絲包圍在洗手間外面 舉著手機繼續等 最後保安到現場維持秩序 大叫呼籲粉絲退後 最後要由保安保護全紅蟬離開 巴黎奧運國家隊代表團在澳門訪問期間 全紅蟬的一舉一動仍然是大眾的焦點 一群熱情的粉絲更追到酒店 這群粉絲這麼瘋狂的行為 內地網民都批評 這是嚴重侵犯運動員的私隱